走进次仁多杰这位老人的时候,你会发现七十多岁的他还在为尼木雪拉藏旨忙前忙后。 西藏有三种传统藏旨,尼木县雪拉藏旨就是其中之一,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 次仁多杰从十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做藏旨,在父辈的影响下,他也做起了雪拉藏旨,这一做就是一辈子。 老人说,制作雪拉藏旨的每一步都需要手工完成,从敲碎朗族草根,剥皮,熬煮,捣碎,制成纸浆,倒用网用容器定型,再倒晒亮。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传统工艺制作的态度,尼木藏旨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,更是一种文化和记忆的传承,更加体现了工匠们的细心与智慧。 雪拉藏旨的主要原料是狼毒草,这种草本身具有毒性,但是他丝毫没有犹豫过。 在他的引导下,两个儿子也传承了次仁多杰的记忆,不断学习并创新着。 走进他的家里,我们惊喜地发现,原来他的父辈就已经把雪拉藏旨的名声带到了国外。 很多国外商人勿名而来,只为这独特的雪拉藏旨,一串串英文,字里行间都在描述着对雪拉藏旨的喜爱,更加赞扬了次仁多杰父辈的精湛记忆。 让这项手工艺永久流传是次仁多杰老人的愿望,传承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人的职责和使命。 坚持一颗不被岁月乘风的匠心,这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。 如今,他的孙女也在跟着他学习,他会亲自教导,只为雪拉藏旨的心火相传。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藏族造纸记忆代表性传承人,他精力求精,与实俱进,研发各种不同花样的藏旨,做成不同的产品。 他经常在藏旨上写着吉祥的语言,雪拉藏旨伴随了他的一生,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,他很满足。 泥木藏旨记录着西藏的历史,见证了文明的进程,他的传承不仅仅是记忆的延续,也是一种对生活方式和民族智慧的传承。 是对藏族文化记忆和历史传承的维护,更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历史的见证。 把泥木雪拉藏旨发扬光大,斯文多杰老人家的世代传承一直都在努力着。 是对藏族文化的认识。